咱们接下来看第二局比赛 第二局比赛咱们换个视角 看虫虫虫狗的 主攻选择了比较常见的主攻曹丕 由于有旁观的 所以他们没有打开手牌 主视角选择的灵桶 基本上就是反对或者内奸了 因为领统是不可能给逃屁 我的天哪 这二号位直接献出袁绍了 这局我感觉真的要很快结束了 从下面来说的话 服王后是蛮偏反的 服王后基本明反了 不能说蛮偏反的 当中是不合适的 孙策可反可内 这个位置八号位 刘洁貂蝉佐资 现在不大好说 不过看到二号位的袁绍 我估计反对心一凉 这咱们看看吧 那二号位的袁绍的话 很有可能就直接比赛 这盘比赛会非常非常快就结束了 这个直接AOE开启 我感觉这局真的很快就结束了 然后主攻的话 为了防止袁绍是内奸 你可以考虑就是翻到一定 有人经常问怎么对付二号位 袁绍 如果他是反在一会内奸怎么办 你自己计算好 手牌数到一定程度就开始翻那些 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出闪啊 出杀什么什么 就掉不掉血的 就是是忠臣 就是因为二号位有袁绍吗 是中内的话 他肯定是不会把基本牌的 基本牌全部留给主攻 那打出基本牌的话 打出基本牌的话 打出基本牌的话 就是打出闪 无懈逃久的 就是反贼啊 肯定是反贼 忠臣的话不可能 所以说你把那些 就是出基本牌的人 都给他翻了就可以了 让袁绍基本上能设个两三次 然后剩下把那个那些 那些出基本牌的人给他翻了 然后忠臣一动 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这种是稳妥的来法 当然如果你 你很相信袁绍是忠臣 那袁绍直接搞起 就就直接结束了 这没有独菜的话就结束了 我那天打那盘 也是操皮主攻 三号位袁绍中 然后我四号位小个独菜翻 然后那个袁绍就没有搞起啊 不然的话 也是直接结束了 就是可能真的 就独菜能阻止袁绍 这统一道孙策 没什么问题啊 就是反正你孙策是反贼 室内奸都都通通去死吧 这个时候看就看 王后能不能限制住袁绍了 这个拼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还好啊 这个袁绍是有大点的 其实我感觉 逃批上来的南蛮 可能说放的略有不妥啊 真的 就是因为你是完全不知道 福皇后和袁绍的手牌的 假如说 福皇后这个拼点拼过了袁绍 那就悲剧了 就错过这村没这店的 可能那个南蛮放的真略有不妥啊 因为毕竟呃 袁绍动起来 批批那个英南蛮的杀伤力大太多了 这个出闪的肯定是反了 不反内了 左慈出闪了吧 那个呃 貂蝉一直什么都没出过 貂蝉是掉血了 嗯 看看啊 他说应该好像没有无邪读条 可以考虑到了 袁绍翻回来 忠臣就去死啊 如果谁是忠臣就死了 就就可以了 如果貂蝉这是忠臣就死了就得了 貂蝉好像没出过闪和逃久了 貂蝉很有可能是忠臣啊 果然 对 你这就死了就得了 把牌都给都给都给主攻 一会的话 再可以看看 如果说袁绍这轮能收掉反贼的话 曹批就可以考虑翻 领统或者翻左慈 就是就是依次把这几个反贼给他翻了就可以了 不让他们动 那看见面的话 左慈 左慈满下那只救了一下 那那就是领统是反贼啊 领统是反贼的话 左慈和孙策有一个是内奸 当然不排除留学是忠臣 留学也可以做忠臣 看看这轮收收掉反贼的情况吧 如果说能收掉反贼 可以考虑 当然我我看到的是厂上除了貂蝉以外 其他人都出了基本牌了 所以说袁绍是忠臣的可能性非常大了 你出基本牌 你只要出基本牌 你肯定不是忠臣 忠臣是不应该出基本牌的 那天死了 那就那就OK了 这个不用翻 这一下可以 如果如果说这一下你求稳的话 可以不用翻袁绍 因为袁绍六张手牌 你这一下直接把那个谁翻了 翻领统 或者翻就随便翻个反贼 你求稳吧 不要让袁绍九张起来 万一他这就是说 有人说你怕袁绍是反贼吗 你怕他是反贼 那一下就不要让他翻了 让他六张手牌就可以了 然后你翻一个 你翻一个那个反贼 让他让他六张手牌 再设一对就可以了 因为有忠臣给你留的足够的闪淘九 你肯定死不了 你把反贼刚才那一下 应该翻反贼的 就是如果你求稳 怕袁绍是骗牌的话 不要不要再让袁绍 因为袁绍的手牌已经足够了 最后那三张牌 就不用再翻袁绍了 当然的话 你相信袁绍是冰终 那你就 那你就直接翻他 你不相信的话 最后那一下就不要翻他了 翻一个反贼 不要让袁绍再继续 就是让袁绍他没有这么多牌 他加上忠臣给你留的牌 你是完全有可能 就是他是完全射不死你了 而且其实从刚才出牌来看 基本上已经都是反贼了 因为这些人都领绍已经出逃 救过反 左思绍出过闪 所以说没有任何问题了 这局比赛就比较快了 这些比赛比较快 下一局可以直接开始了 之前应该是好像曹 曹匹放南蛮的时候 是给那个福王后打无限了 咱们接着下一局 第三局 应该是一共八场比赛 今天打四场 明天打四场 咱们再换个主视角看看吧 看看这个吧 看看这个靠寺关羽吧 再换一个主视角 又是曹匹主攻啊 他是反贼 当然我看不到选拳框二 现在是 看一看他最终会选择什么武将啊 选择福王后 当然这个也问题不大 这里面这武将都出来 我感觉这把身份真的很明了 张和 徐树 二张 这几个武将是给曹匹当忠臣 非常非常不好 我感觉这把身份基本就是名字 祖辞是内奸 陈公和诸葛克是忠臣 这把真的身份就是名的 你不要 你不要跟我说 徐树 二张 能给曹匹当忠臣啊 如果 如果你要说他能给当忠臣 我觉得 咱们没必要讨论了 没什么可讨论的 就 真的 真的这把身份上来就是名的 你说徐树给淘匹当忠臣吧 不定制思维 反其道是行之 那我觉得很搞笑 主公上来挂武器杀二张 问题不大 二张是核心 这牌的话 反贼 就张和看看能不能起手压制一下诸葛克了 如果压制不住诸葛克的话 还是蛮危险的 毕竟诸葛克是满克福王后的 他可以生拍福王后啊 这个开了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左辞应该基本上内奸了啊 诸葛克估计是内奸的 可能费用不是很大 这个左辞上来亮了一个强席的化身 这个难道另一个化身更加超稳吗 他这个 不过我现在看到 就是王后手的手牌点数都非常小啊 他拼的话 一会他可以考虑用这张麒麟弓去拼诸葛克 就是肯定你是拼不赢的 你拿5点去拼肯定拼不赢 但是你最起码费费那个诸葛克一张手牌啊 张和去选择偷成功和佐词 其实可以考虑偷诸葛克啊 其实在张和的眼里你可以看能看到福王后 徐树二章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就是他部分的不可能当忠臣也不可能当内奸 把刀下了 把刀可以给徐树 徐树不可 徐树要是忠臣 我就觉得太逗了 那个 他其实可能偷一偷一下诸葛克二张故障啊 拿这张麒麟弓去拼诸葛克对 你反正肯定拼不赢 那你费那张手牌吗 什么他拍你啊 其实张和刚才就偷一张偷一下诸葛克 然后往后拼一下诸葛克 诸葛克的话就是手牌 就会非常 手牌就会少两张啊 他没有选择 他没有选择用麒麟弓啊 他可能是希望把麒麟弓扔给二张 可能我觉得过拆的意义更大一点啊 赶紧把那个成功的输出给他给他拆了 这个肯定就是生拍父王后了 没有任何问题 你杀的话 如果杀他的话 他肯定会求援成功的 肯定拍吧 你是忠臣就拍吧 你要是内奸就算了 你要是忠臣就往死了拍吧 你这个时候不拍还等什么 球员成功 其实我感觉啊 他也可以考虑球员 如果说他不想死啊 他就可以考虑球员队友 因为队友很可能会给他闪的 这个曲数救一下 这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他这样的话就白剁了成功一刀 这个直接拍先杀后拍啊 如果拍死了就不用掉血了 那很好 这就是为什么要选输出中 直接要反贼减员 就是那你看那个 父王后的一手的那个输出牌 就全到了那个主攻手里 只有可以有反报场节奏 本来曹丕是没有呃 没有个人就是磨牌能力的 但是他通过反报场 他是有能力的 而而这个王后死了 嗯 曹丕把二张一翻 那佐茨的话 就是赶紧要控场了 其实 其实佐茨控场起来也蛮难的 啊 徐树 徐树这个武将是对内奸来说最恶心 那个武将 我是特别恶心 我当内奸的时候特别恶心 徐树啊 人徐树的话 你你不好一波带他 非常难一波带他 嗯 看一下吧 其实我感觉还暂时的话 那边可以考虑 不要下 不要去动忠臣 因为毕竟两个忠臣一血 让那两个忠臣帮你去看看 看看徐树的张和啊 徐树的张和状态还是比较好的 嗯 直接都举荐给张和 这个没什么问题啊 这个时候就不要不要再怕了 看看看看有没有输出 呃 哎 这个这个不对啊 你这个没必啊 当然当然他是怕内奸 他是怕内奸 就是搞的 当然他也不能乐张和嘛 张和也不怕乐 那乐就乐了吧 其实我感觉也并不是有多大优势的主动方 你乐了的话 你打不死二张 主动方真的没什么优势了 他这一下 就是南半的话 这无限肯定要打 不打的话 那个谁又被翻 那个二张和又被翻了 看一下吧 诸葛克死了的话 还是很麻烦的 诸葛克死了 哈 就看淘批这一轮了 这一轮要打不死二张 还是比较难的 啊 这个神奥台啊 这局到现在为止 打的都 打的都比较不错啊 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如果二张死了 可以啊 主持 其实主持 这个时候 最重要的是 他把血线 他如果是联盐 他最重要是把血线赶紧撑起来 通过 通过收掉两个反费 啊 曹丕的 把手带大扬上去了 就是曹丕上来 一定要赶紧卖血啊 不卖血 就不要选淘批了 看一下内奸吧 看一下内奸 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化身 啊 有这么好的一个化身啊 关系 那边 那边可以考虑反手 把成功剁了吧 不然的话 现在诸葛克 这么多手牌 张和也没什么输出 就很难把死了 可以反手把成功剁了 不能让成功再活了 而现在的话 以张和和徐树的能力 是不可能瞄主的 这没有任何能力去瞄主 顺主 这个 顺就顺呗 其实我感觉有无蟹都没必要打 反正你也没逃嘛 有逃刚才 你都那什么去救诸葛克了 这个游戏 开了 开了 曹丕把张和翻了 保证 保证诸葛克行动 对 这个鞋肯定是要卖的 因为诸葛克行动的话 他很有可能 直接就把那个谁给拍死了 直接就把张和给拍死了 这这个佐茨这回合是 必须把成功带走了 不能让成功再活着 那好 成功死了 成功死的话 佐茨不要去杀犯贼了 你可以 你可以过 或者或者说干脆你 你没距离的话 你就过就得了 你不要去杀叙述了 不然的话 这个反对 这因为张和肯定动不了了 诸葛克一动 这张和死不死 真的两数啊 谁谁也保证不了 这没准就给拍死了 对 搞诸葛克可以 不过你决斗诸葛克可是风险很大的 诸葛克可是会傲财的 好 炒皮炒皮非常好 之前他顺 他并没有着急打无屁啊 就是你反正十多张牌 你就随便顺一张了 所以这武器还留留得非常多啊 保保忠诚啊 这这个这个 这次打的话还主攻打的没什么问题啊 没距离啊 有距离杀诸葛克去 没距离你就过吧 你千万不要砍叙述了啊 过了就行了 就看 不过我感觉反对真的很危险啊 这曹批收了一大堆牌 再加上那个诸葛克 诸葛克的行动 这么多牌 没事悬了 很危险 如果说诸葛克牌多的话 他可以考虑先把原徐树 压到易血再去拍 再去拍张合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充分的 就是利用他那个技能吧 不然的话 你拍完张合就不能拍徐树 你就是 看看 当然是要看你诸葛克手牌够不够 或者说你手牌是什么结构 决定怎么一个情况 这个连了一下 当然主攻 主攻收了不少牌啊 刚才收了这个铁锁 不让你啊 这铁锁他吓人了 而且那个诸葛克是有扇子 主攻 主攻收收尸 刚才收了那个 皇后一些牌 还有二张的一些位置牌 刀的话 刀的话可以考虑给他 不然的话一会徐树也危险了 杀徐树 还是杀张合 杀张合 张合应该是不敢赏啊 你挂了青龙刀呢 我感觉反对真的危险啊 诸葛克手牌多的话 他拍张合需要两手牌 再加一手三手牌 他手牌就是如果说没废牌多的话 就可以先拍叙数 当然都是有用的牌 那就直接拍张合的 看他自己手牌结构了 如果手牌有富裕的 那你先拍左子也行吧 拍左子 你拍左子的话 你只能拍到一选 你再拍的话 这个对 你这么都压下去 这个时候拍张额吧 我感觉张合威胁 远远比他们要大得多 而且张合死了的话 是可以让曹菲收尸的 什么杀呢 放天三杀 然后再赌 这个火 这个火 这个手牌结构 利用到充分了 拍吧 拍张合吧 看能不能带走张合 张合死了 很好 不过现在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诸葛克死了 曹菲能不能反空那天 当然曹菲 诸葛克死了 给曹菲留下一大笔遗产 包括张合的遗产 诸葛克的遗产 曹菲这一轮的话 就是如果说曹菲这一轮的话 不能有很大的作为的话 很可能会进入 墨益的准备反了 曹菲的优势就在于 他有他 他有他 收掉张合和诸葛克的遗产 这是什么可能都有的 看一下吧 看一下关心啊 能不能找到一个勒 如果说能找一个勒 贴上的话 就内间的几乎还是蛮大的 一上 看来是张好盘 这个时候可能勒比什么都重要 好 火龙主公 这个问题不大 主公可以考虑 把那个 可以考虑把徐树翻了 因为徐树翻的话 他锦囊牌他用不出去 一会你可能 你如果能带走徐树 对 你如果能带走徐树 那个锦囊牌全都是你的 把徐树翻了 这个没什么问题 看看那间 那间他不敢杀徐树 他杀徐树 他肯定有不了了 不过现在怎么说呢 这个 血线称呼上来是个最大困难 而主持 如果他能撑到凉血空城状态的话 其实真的是和曹皮绝对有得打 有桃 有桃他也不敢吃 他没闪 他不能 不能留个沙在手里 就看淘皮这轮了 淘皮 搞了那么多一场 这一轮的话 应该是 应该可能有什么大作威吧 顺顺顾同窗 有没有UOE 看不到 看不到淘皮的 看不到淘皮的手牌 有UOE 有UOE就赢了 带走徐硕 带走徐硕的话 你如果血线撑不上来 就是 我的天 这太不科学了吧 翻三张牌 还能翻成两张牌 如果再磕喝酒 那就太太虎了 那如果逃避这种 带走走 他血线撑不起来 那还真的是那电影了 血线撑起来了 老把自己连起来 有火攻吗 没有 看一看左词吧 看看左词有没有什么好话 现在左词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赶紧把血线撑起来 血线撑不起来 这太危险了 贴个乐 豪皮 现在的话 就是多留沙吧 为什么不冰 你硬肯扔了 都不冰了 难道我知道他的意思 他是想 你如果观青 就是过不了乐 你破你空城吗 不过 不过我看左词他是两上 他很可能第二张牌 第一张是判定 第二张牌很可能是张闪 或者是保命牌 他不贴兵的意思 不让你空城 看这轮有没有什么机会 杀一刀 那就死了 就算你吃个桃子也被翻了 这有停锁吗 你被翻了 你肯定死了 你除非真的运气 运气逆天 又翻出个基本牌了 潮皮别断杀 刚才你可是扔过杀的 你断杀了 那就失误太大了 那就赢了 这把比赛也就结束了